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带你揭开最关键的数据真相 1.618是一个关键数字代表股市的黄金切割率 让了解股市波动的趋势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关键密码是 金门高粮无头部队831 大家都说全球经济环境差日子不好过 但是金门人却觉得自己好幸福 根据台湾竞争力论坛针对22个县市进行的调查 结果发现金门县他们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新竹县再来是连江县 为什么金门人觉得自己很幸福呢 因为金门的福利好 不但是免学费免牌照这个三节 其实还会赠送每个人一打的这个金门高粮酒 我们来看到金门人真的好幸福 包括他们65岁以上每个月会发6000块钱 而且如果你是专职妈妈每个月会发3000元 高中以下营养午餐学杂费通通都是免费的 还有县民搭公车还有搭船也都不用钱 国小幼稚园鲜乳是免费的哦 还有大学生的津贴一年有一万块钱 如果你是从台湾去念去金门念大学的话 同样也是有这样的津贴 而且20岁以上的居民还可以配酒 我们看到呢金门每个人的福利这么样的好 他们每年的补助呢 加总起来至少就多了少说7万元以上 金门的好福利其实来自于他们的观光资源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高粱酒的金酒公司 他们每年呢为金门带来上百亿元的营收 而且很多人眼中呢 其实视为这个怪力乱神的无头部队 还有831这个特约茶室 其实也都替金门赚进了不少的观光财 尤其小三童之后金门的房价涨幅 甚至是媲美新北市 更变成了通路业现在一级战区 金门的战地风情还有哪些投资商机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菲鱼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汪杰明 菲鱼大家好 还有前国安局驻吧组长李天朵 菲鱼各位观众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菲鱼好观众大家好 好创夏我们看到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就是金门 因为金门他们的福利真的是超级好 看到台大那个彭景彭教授 就我老师做出这样的调查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点傻眼 觉得好像恍如隔世 因为过去的时候二十几年前 这些金门呢 那时候还在戒严时代还在对抗的时代 那是一个好遥远的时代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预官 最后要抽签的时候抽部队 那前一天知道说有六支金门签 那我们在抽签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人要上去预官 然后那个将军坐在那边 那每个人要上去爆 我抽到几个部队 那前面呢 当第一个人抽出金门的时候 我们下面几百个预官 欢声雷动鼓掌 哦哦哦哦哦哦 又少了一支金门 一支一支 到了最后第六支的时候 我还记得是一个台大资讯系的硕士 然后上去之后一打开 然后就打个这个签 然后我们就记得 他就 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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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在那边一直金金金金金金 然后最后呢 那个将军受不了 上去拿过来 金门帝叉叉叉叉叉部队 哦哦 然后全部还成鼓动站起来了 然后那个呢 台大资讯系的那个同学呢 就跪下来要哭了 后来要下部队的时候呢 他的叔叔啦 阿晋啦 阿嬷啦 什么都来了 每个人都哭成那样子 好像要送出去 就没想到二十几年后 金门这个调查里面 竟然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层次 然后接下来是新竹县 接下来是连江县 你都想不到 但金门为什么这么幸福呢 因为他们真的是福利太好了 金门这个地方呢 他们有个金酒 这个金酒这样一个公营事业呢 它是赚钱的单位 所以给到县政府不断的挹注 他们呢65岁以上 老人年金是6000元 专职妈妈 你专心的每个月再给你3000元 然后高中以下 营养股商学杂费 全部免费 搭公车搭船 什么都免费 然后幼稚园有鲜乳免费 你要来台湾读大学 我好几个同学学长 包含这边的小董 他们都是来金门这边读大学的 给你津贴 一万年一年 然后如果现在他们这边 已经设了一个金门大学了 你台湾的学生愿意去金门读书 照样给你津贴 而且最重要的是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 我们要弄盆金门高 两个都非常的难 20岁以上 三姐就给你一打 一年就三打 而且最重要的时候 还不止如此 其实在十年前呢 台大政治系就专门对他们 做了一个研究 说他们叫做退休的天堂 为什么叫退休的天堂呢 他们不止只有 金门县政府给你这些福利 他们还有的是 因为他们过去是战地政务 我们台湾亏欠他们几十年 所以他们战地之务 还有很多补助 过去是补助你县政府 现在该修的马路修好了 该修的路灯勾好了 所有的公共设施都弄好了 怎么办 战地政务还给他们一笔钱 所以他们不只是只有 这个县政府给的钱 还有战地政务给你了亏欠 所以他们每个人在金门 如果是真正的金门人 不是后来挤过去的 每个月就平白的 有一万多元 每个月都有一万多 每个月都有一万多元 然后小三通过了以后 他们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白天起床之后 做个运动 然后就做个渡轮到厦门去 按个膜 洗个脚 逛逛街 然后再回来 所以金门人真的非常幸福 好我们看到金门竟然有 这么多的福利 这些都是在台湾 在台湾生活的民众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你光是这些福利 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而且金门福利这么好 大家现在就会想说 我也要去当金门人 金门如果说涉及人口的话 我们看到它其实每年都在增加 它在去年其实涉及在金门的人口 已经正式突破了十万人 过去五年来就成长超过两成 尤其我们看到整个金门了 它其实是由12座的岛屿组成的 总面积150平方公里左右 我们看到现在涉及的人数 在去年已经正式的突破了十万人大关 从2001年到去年为止成长了一倍之多 十年下来涉及的人口已经成长了百分之八十二了 尤其小三通之后 其实金门现在也变成了通路业者的一级战区 也是全台湾其实防众密度最高的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杰明在金门 你可以到处都看得到商机 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超乎想象 那应该刚刚创下讲的一个就是抽签的事情 其实每个男生讲到金门肯定也是有抽签的 我先讲一个人林敏雄 林敏雄是谁呢 是全联社的老板 那你知道他在这个金门已经开了第一家全联社 那次的全联社这个开幕的这个规模真的是 谁都来了呢 包括了像是卫权啊统一啊光权啊加入啊 人知道都去站台了 那次的气势非常的磅薄 跟下雨一样那天也下大雨 气势也是磅薄 那那天总共有多少人呢 第一天来多少人呢 总共有五千个金门去他的全联社买东西 那天消费额多少呢 三百万元啊 那这个林敏雄说 这个林敏雄董事长 我们知道他非常的这个成功全联社 那他说他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他去当兵 那时候整个金门只有阿兵哥 十万个阿兵哥 你刚才讲金门现在十万人嘛 当时金门没那么多了 那这个只光这个阿兵哥就十万人 所以你看到都是这个阿兵哥 那现在呢可能一万人不到了 可是购买力呢 却是倍增哦 那这边插过一个笑话 因为刚才川上讲到当兵 那我认不住 我没有这个抽签的案例啊 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他们是预官 所以他们有 所以有个金子部 我们是阿兵哥 我们只能谣传某个号码 是这个 是金马奖 对金马奖 那我记得我去抽的时候呢 我一抽 运气不太好 我就中了那个签 我记得那时候从那个抽签到报道台带三公尺 在三公尺上我想到我的家人 我的爸妈 我的女朋友 还有那个电视里面所有金门的亲戚 好像人在死之前那个 你想好多 这好像是彼此前出现了 觉得人是已经是 觉得就已经是黑白了 然后报完签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不知道把那个毯子要整理吗 就是因为我们要离开那个新兵训练了嘛 然后我跟我的战友就上下铺的一起在挡那个毯子 对不对 那我挡挡我 因为手都软就松掉 都收掉 然后那个阿兵哥还跟我说一句话 说这个杰米你不用担心啊 金门去就就回来 你也就是一年还可以回个两次啊 你不要想太多 然后到了那个中午的时候放榜了嘛 我那个不是 我是上上签 我是实军团 而且我是炮纸布的 那是上上签啊 那这个 但是呢 我那个老修人 他摆了他抽到金马奖 然后到现在我不是要收毯子吗 因为毯子晒一天 都一头快让他收手 都一头快让他收手 我跟他说一句话说 哎呀金门别不过去一去 一年也可以回来个两次啊 那讲到这边呢 其实金门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知道有小三通嘛 那么最近呢 有一家公司也过去了 叫屈城市 观众朋友 你可以把屈城市跟百货公司 两个合在一起想吗 很难对不对 但是呢 屈城市的公关叫做寇碧鲁 他说啊 金门人逛这个屈城市啊 像逛百货公司啊 对啊 那微风不是有时候会对他 尊贵的客人做风管吗 哎 屈城市演完这个游戏 他就有时候大陆客来的时候 风管啊 让他们去逛个道 对对让他们去逛个道 所以你可以想金门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富裕的天堂啊 那现在包括85度锡啊 包括麦当劳啊 所以你可以念出来的这些厂商呢 现在都要去金门捞金啊 那全年社呢 他说他怎么开第二间 所谓的全年 那全家啊 统一一超啊 都已经陆续发展他们的通路事业 所以看起来金门是一个黄金岛 不过奖金我要说一句话 哎 新竹县这样听起来哪里幸福 我住新竹县 我只有免费公车而已好不好 好 刚刚杰明提到 在过去哦 其实让这个杰明呢 一度以为自己抽到金马奖 结果会手软脚软的地方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是 整个台湾我们看到 调查幸福感低名的城市 就是因为他们的福利真的很好 而且他们的福利是靠着观光 金门光是去年 其实就创造出来 82亿的观光产值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蒋中站和毛泽东 李登怀和邓小平 台湾的前总统和大陆前领导人 原本亡不见亡 在这和平相处 另一边却是灭贡宝箱 对上解放台湾 国共冲突感 就是这间餐厅的特色 而在奶茶里加入金门 高粱这杯毛泽东奶茶 也是餐厅招牌饮品 在大陆的话 那个毛泽东他睡前的奶茶 喜欢加毛泰 所以在我们金门地区 我们把它改水浇凉酒 从中皇部至到提供的餐饮 都很有军事风 但不只是餐厅会出奇招 一二三 这里民宿也提供军服 让民众拍照 20年前抽中金马奖的军事记者 看中金门的商机 顶下古厕开民宿 子弹和战士手册 当装饰 沙发抱枕都是泥彩风 放上妇科版的精神标语 不止台湾人喜欢 陆克也爱月赚四十万 古色古香嘛 那我们就喜欢来住 我的房门是参考以前 十万大军年代那种 部队的番号 比如说 2840 3194 也蛮多老兵 回来就指定 要他以前当兵那个 番号的房间来住 而金门县政府也看上 废弃营区 准备来个大改造 要让去年82亿的观光产值 再冲出新高 这几栋建筑 里面有一些雷射光体验啊 带有国会的司令台 以后是期待生存游戏场地 连掌室和排掌室 要变成军事展示馆 至于阿兵哥的旧营房 则是雷射光 射击练习场 原本的南山运营区 将要变身成为 以步兵为主的游乐园 预定今年10月 就要完工开放 毕竟两岸军事对峙 已经是历史往事 利用路客的好奇心 金门要把战地变商机 好 我们看到很多人 现在到金门呢 会觉得这个很有古意 很有战地风光 其实呢 也真的是要感谢 这两位死对头 所以才有今天的 这个金门的战地风光呢 就是这个 蒋介石 还有这个大陆的毛泽东 不过我们来看到的是 现在这两个人的好 这个死对头呢 现在已经创造出来了 金门现在的观光商机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 金门的福利相当的好 那么相当重要的 其实呢 在刚也提到 金门高粱酒 那么还有无头部队 以及在831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都为金门 赚进了很多的一个观光财 尤其杰明 我们提到这个 光是金门高粱酒 这个金酒公司啊 他们其实每年 赚了上百亿的营收 光是交给国库 就高达了40亿 哎呀 讲到这个高粱啊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 就是这个外省第二代 最想要喝的酒 我现在其实也有存一些这个高粱酒 事实上我们参加一些婚宴 一些就是早前的来的大陆 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老兵啊 他们最得意的事情 就是拿家里这个已经存很久的高粱酒 来送这个线上宾 所以我们都有那种纯高粱酒的习惯啊 那讲到高粱酒呢 我们知道台湾市场有三家酒厂 那第一家就是我们说以啤酒为名的 台湾这个 这个台湾的这个啤酒厂 台湾的这个 台啤 就是我们说财政部的这个台酒 那另外就是这个台酒 好 这个台酒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金门的金酒 那第二个比较比较少 就是连江的这个马祖酒厂 但是因为啤酒利润差 这个啤酒虽然市场率高了75% 可是它的利润太薄了 一瓶没有赚几块钱 所以我们饮酒公司虽然赚很多 但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白酒来赚钱 这白酒现在 刚刚我们听的大哥讲 可能五百一万都有 现在前阵子有一次排卖 整箱整箱卖 一个大户抽手 拿两百万来买 买了几箱回去 几箱而已啊 所以金酒的特质是 它真的是白酒的一个特质 就是放得越久越沉 那么事实上它缴40亿 这缴是里面一个玄机 其他要缴的不止这个钱 但是呢它有想到一招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 捐赠是可以抵税的吗 所以金门他想回馈相亲 他其实先留了十几亿 先上缴给这个新竹县政府 那新竹县政府 那这个是捐赠啊 这样可以抵税 所以为什么金门县的人 就很幸福了 因为金酒 金酒是有秘方的 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金酒 台酒也有 台友也有这个高粱酒 那个味儿就是少了一些 对 那至于连江的马祖酒 其实马祖酒也蛮辣的 其实还不错 好但是大家都不要知道 是金门酒厂 那真是赚钱啊 好我们看到这台湾三大 公营酒厂当中呢 其中又与这个金门县的 金门酒厂呢 其实呢这个获利真的是相当的高 但很多金门人呢 把高粱酒刚刚杰明有提到 当成的是投资工具 因为它的获利呢 甚至比定存还要好 不过天躲 这个金门酒 之前这个高粱我喝过 这喝起来真的还蛮强蛮辣的耶 对我 我们家刚好 因为我住的那个村子 泰晤青春 我们全村都是的父亲 都是在金门工作的 而且工作很长 我父亲在工 在金门十年 那后来我到七海的时候 也是带的都是金门的这些卫士 那我特别打了电话 问他们 问他们说这个金酒的 金酒的状况 他说好 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87年的酒 在87年当初出来的时候 一瓶是要卖329块 可是现在一瓶多少钱 你知道吗 1700块 哇 1700块还算好 14年 那他们很好的酒 是民国 所以只得四倍左右 对 他们比较好的酒 民国81年的酒 81年的酒 当初出来的时候 一瓶是120块 那你知道现在是多少价钱吗 3600块 30倍 从120到3600 他们体先的三年 那现在有很多的台湾去的 就是跟他们那些金门户籍的去买那个酒来囤 40%以上都是他们买 他囤的话前三年是没有什么账 前三年是小幅的条 然后到十年以后就是倍增 这个倍增很可怕的 我的朋友讲他说他在 他81年的酒 他买了当时买了100箱 大概48万 结果到现在 这100箱值780万 哇 哇 你说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比股票这个房子都好 对 那讲的更多的是 所谓的黑金龙 黑金龙当初 黑金龙的那个 就是说黑标签的那个金门 黑牌的那个金门高粱 我问他们说 为什么黑金龙的价格更高 黑金龙当初的一瓶 在金门算最贵的是150块 现在那是民国六十几年的酒 现在一瓶多少钱你知道吗 一万二 哇 哇 真的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他说 因为黑金龙在装的时候 他是一瓶一瓶装酒的 那到后来的陈高 到后来的酒 都先装在大的桶里面 再分装 大哥先解释什么黑金龙 可能观众还不知道 黑金龙这个东西 他上面的那个标签 黑色的 我听说他们金门自己喝的这个浓度 跟我们一般就是 卖给外地人的喝的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在台湾喝高粱 最怕喝到假酒 那我也问他们 为什么为什么金门的不一样 因为金门的那个卖给 就是说他们价配的 就是说他们价配的 他们每个人满20岁 拿到这三次 其实他们拿到的都是53度 但是我们喝的是58度 外面卖的都是58度 都不互动 军方的将领军人 为什么都爱喝金门高粱 就是因为金门高粱 虽然刚刚斐女说有点嗆辣 但是喝起来入喉之后 非常的甘甜 好喝 主要就是说金门的酒职 他的制造的那个品质非常的好 那当初做这个金门高粱 其实就是那个无心插柳柳成衣的 一场意外的插曲 那当时其实他追溯到60年前 大概民国41年 1952年的时候 当时的金帮部这个司令是胡联 前一阵子他的清天白日勋装 被人家偷走了 当时胡联将军他眼见他的部队 有很多金门的官兵 都是从大陆内地转过来 尤其是在华南广东一带 广东的老兵 他们去那边招募那些反共救国军 然后成立了南海救济的一个总队 然后在金门 这些广东来的这些老兵 他当然吃不惯金门的一些 就是水土不服 他吃不惯面粉 那他就开始去补金门当地的一些蛇吃 那蛇去把它补完了 那自然一物客一物 蛇不能去抓老鼠 那金门大家就老鼠狠行 就爆发了鼠疫 很多官兵那时候就拉肚子 鼠疫又发烧然后不舒服 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 后来那个胡联就把那个 部队的一些官兵 他阿兵哥都找来问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吃不惯面粉啊 他说报告长官 是 吃不惯 那大米总可以了吧 当然吃得惯 他们都习惯吃大米嘛 后来那个胡联将军 他就叫他的一个部署 叫周星村上校 在1952年的时候 成立一个九龙江的一个酿酒厂 那个地方呢 他就用了什么 是金门当地的宝月古泉 我这张照片特别放给大家看 这个宝月古泉呢 它是在旧京城一带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好像也给开放观光的一个古迹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讲到 金门它是一个采用花岗 片麻岩的岩层的地质 所以它岩层下面的水 都特别的清澈干裂 据说我刚刚跟那个 我们这个天主教长聊 以前天主教长也在那边当过兵 以前的人传说用这个水来喝水 或者是洗脸 皮肤都肤质变得特别的好 女孩子都喜欢用这个水来洗脸 有机会的话 所以现在变成开放观光 那以前那个宝月古泉 在金门非常有名 以前金房部副司令 已故的副司令 在八二三炮仗阵亡的赵家乡 相军 他就曾经做了一首诗说 为爱金门酒来寻宝月泉 可见说他对金门酒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就来自于这种干甜干净的一个泉水 然后再加上金门 他的一个是出产的旱地高粱 旱地高粱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颗粒小 表皮厚 蛋白质的成分高 而且它酸脂的成分 比普通的高粱都还要高 所以它就会比普通高粱 喝得来的好吃 所以你看水质好 再加上高粱的品质也不差 然后合在一起 它就意外变成说 可以做金门高粱 当时胡联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什么 大米换高粱 高粱转酿酒 怎么说呢 他们把这个高粱变成酒 出产酒之后拿到台湾去卖 卖了酒之后不就赚钱吗 赚了钱就去买大米 大米就送回了那个金门 那大量采购 金门的官兵 从五万大军 到后来十几万的部队 都有大米可以吃 是不是解决了疫情 也解决了粮食危机的问题 所以当时它只是为了解决官兵的一个 粮食问题跟疫情的问题 没有想到意外把这个金门酒 弄到高峰 所以当时金门酒在占地任务的时候 它平均我们现在台湾的白酒市场 每年大概有150亿元新台币 金门高粱酒就贡献了128亿 你看它每年能够上缴我们台湾中央政府 40亿元新台币 你可以看得到说这60年来 金门高粱酒为金门酒厂赚尽了大把银子 也为金门金防部的官兵呢 解决了许多问题也赚了不少钱 然后金门高粱酒真的也卖得很好 好 我刚刚金门高粱酒 刚刚这个竞平提到 他其实喝到后来一开始有点呛 但是喝到后来会觉得很甘甜 是因为这个来自于宝月股权 非常甘甜的这个水质 不过刚刚提到 这个为什么会有金酒公司 就是因为那个胡莲将军 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主唱这两位 就是当年这两个死对头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金门的酒厂 不过他除了这个甘甜好喝 他除了水质之外 听说他的配方也是特别不一样 对对 他的他除了我问他们就是说 除了水 其实水我认为水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两个最好产酒的地方 金门宝月泉 那在马祖 马祖八个岛里面 哪一个岛的酒最好 东营 对 东营的东勇 不是东营的东勇 现在总统的那个春节酒 都是用东营的 那为什么东营好 因为马祖八个岛里面 就是东营的那个水 是 花岗岩 特别密 在那么密的里面出来的水是甘甜的 所以 所以东营的酒 跟宝月泉这边的酒 都是 都是因为这样 当然其中还是有配方的 这个配方你要怎么调 是他们的商业机密 好不过刚刚我提到那位胡莲将军 我听说连这个毛泽东都会怕他 对 胡莲 胡莲最有名的时候 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抗战的时候 日本千方百计要从三峡 长江三峡要攻到重庆 那时候胡莲当第十一师的师长的时候 他在石门这个战役里面 以极少数的部队 完全阻止了日本军 让他放弃了再要从这边进攻重庆的决心 而胡莲也在那时候 因为这个战役得到了 晴天白日勋章 后来他当军长的时候 第十八军 十八军在大陆的时候 老共对他们来讲 就说蒋介石的五大主力部队里面 胡莲是最主要的一支 毛泽东的手下 陈毅刘伯承 他们都是胡莲的手下败将 那时候连毛泽东都亲自写了一个手语 他说 胡莲的这个部队 他说脚如狐 脚踏得像狐狸一样 他的猛如虎 他说所以千万不要碰他 一臂之 躲开他 然后保留实力 那个 伺机取胜 所以从那个以后 一直到 徐邦会战之前 大陆的 毛泽东的几大的元帅的部队碰到胡莲的都散开了 不过刚刚记者提到这个在金门其实很多蛇嘛 蛇会去抓老鼠 这金门蛇非常多 其实在马祖的高登岛同样这个蛇也是非常多 对 那个是我亲生经验 我在高登 高登当了八个月的牌长 高登是一个完全没有老百姓 2.7平方公里的小岛 那个蜈蚣 蛇 毒蚊子 跟蜈蚣 那蜈蚣多到什么地步 蜈蚣不是这么小条的 就差不多 比这个肥啊 这么大条的 哎呦 我们炒菜的时候 提里啰啰啰啰春天来的时候 就从那个洞里面因为 你敢吃啊 炒工 炒菜的时候 炒菜的时候 那个一热啊 他就我们那个那个石头 用石头落起来 就从洞里面就跑出来了 哎呀 提里啰啰跑出来 我我曾经呢 我曾经就是说 在我要回来的时候 去抓了三条 反正用筷子一抓就好了 抓了先洗洗干净 然后拿个脸盆给它晒干 晒干了以后 为什么 那时候老师官都叫说 哎 要泡那个蜈蚣酒 哦 我说泡蜈蚣酒干什么 他们说蜈蚣酒是用来 以毒攻毒 万一你得了性病 台湾话叫什么 甩呀 就喝蜈蚣酒 有用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那蜈蚣怎么泡 你知道 我那个高粱酒一瓶 把那个蜈蚣 都干了以后放下去 一放进去 三只蜈蚣就翻了 就吐那个白沫 那是毒吗 有毒的 它的白沫 哗就这样吐出来 吐出来 隔了半年以后 我回家看 我把蜈蜂封好 那个 那个高粱是白色的 那个酒已经变成像茶叶一样的颜色 绿色 有绿色 咖啡色 先是咖啡色 然后隔了三年以后再看的时候 它变成碧绿色 而且隔了五年以后 那个酒少了 那个就像就像那种那种黄绿 这样的颜色吗 对比那个还绿一点的 你可以想象那个那个酒有多毒啊 那个就是蜈蜂的毒 蜈蜂的毒不是怎么样 你碰到蜈蜂的时候千万小心 它不是用嘴巴咬你的 你一碰到它的时候 它尾巴一起来 咔嚓就咬了你 然后我们在那边舍很多 有时候就抓这个来玩 那到底那个酒怎么喝 你不敢喝 这种颜色你敢喝吗 对啊对啊 好不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金酒公司 从原本这个小酒厂 到最后变成了金基姆 金汉也创造出金门很多的福利 让金门变成了 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两岸现在的白酒市场 商机到底有多大呢 请雨洁告诉我们 好北宇 因为一场两属危机 想不到竟然让台湾的金门高粱 成了税收的金基姆 其实这种蒸溜过的一个白酒 在两岸之间名气是很响亮的 我们先从台湾的部分说起 台湾一个白酒市场规模 大概每年是150亿元 而且其中最有名就是 台湾的一个金门高粱 市占率至少高达了八成以上 领导品牌这个金门高粱 在2011年它产量就有2265万公升 比前一年还存量了5% 而且它较藏式的一个白酒了 每年每一瓶 还有10%到15%的一个增值潜力 至于中国大陆更惊人 来看它的市场规模 在2009年的时候 是达到9200亿元 但今年应该预估可以突破 1.5兆的一个新台币 而且三大领导品牌 包括了茅台 五粱义还有羊和呢 其实是里面最有名的 但是整个中国大陆 白酒到底有多红 来看到它连四川这个宜宾的机场呢 也要改名叫做五粱义机场 而且连这个卖名牌包的LV集团 也收购44%这个文均酒业控股 就是想要抢进整个顶级的白酒市场 现在白酒在中国大陆 甚至还被定位成是一种 另类的奢侈品 而且去年在杭州的一场白酒排卖会上头 既然有一瓶1960年代五粱义的 它的排卖成交价高达了460万的新台币 都可以让你在大台北地区买一间小套房了 哇 一瓶酒的价格 已经可以买一间小套房了 尤其呢我们看到 在刚刚我们说到金门人的福利那么好 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金酒公司 它非常赚钱 不过我们说到它非常赚钱 那大家很多人想说福利那么好 那我要变成金门人吗 创下听说很多人他们会涉及在金门 有一户家庭竟然一个家里面就涉及了175户 过去大家听到金门就啪的钥匙 尤其是来人生的话就觉得说 他想去金门的话一定会兵变 女朋友就会跑 但是没想到这十年 自从小三通之后呢 一堆人就想要把小三通的便利 就去面去涉及 然后本来呢 基本县政府也没去处理到 但是后来就因为选举的时候 大家很怕有优利能口 竞争很激烈 就叫县政府一查 就查到说竟然有一家涉及175个 小小的一个房子里面有175个人 他的户籍都塞在那边 而且更扯的是 他们涉及很多时候 连那个屋主都不知道 怎么大家就挤到我家里来了 他就这样挤进来 他挤进来之后 所以一家就有175个 但是所以呢 刚才讲说成长的百姓是82 但是呢 事实上 基本上他们的福利没有那么好 他们可以得到小三通的便利 再直接从那边搭船来回 可以得到那个配酒 也不是说你一刻就有 你跟那个金门人是不能比的 至于说每个月领的那些钱 你这种设计的是没有的 好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金门 它主要是靠着观光 它的观光资源相当的丰富 就算很多人一直觉得 可能有点怪力乱神 这个无头部队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神秘色彩 这个831 那么到底呢 它背后还蕴藏 怎么样的一个观光商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金门人的幸福指数 那么现在是排名第一 因为金门人的福利最好 每年的补助呢 至少多了好几万以上 那么金门的好福利 其实来自于他们的观光资源 最重要的就是生产金门 高粱酒的金酒公司 他们每年也替金门 带来上百亿的营收 很多人眼中呢 包括有点怪力乱神 像是无头部队 还有831的特约茶室 其实也都替金门 赚进了不少的观光财 那么金平 当年其实无头部队的传说 真的是相当的传奇 对 以前我们在采访军方 跟去金门的时候 常常听到这个无头部队的故事 是发生在小金门 那个清奇村那一带 那曾经在民国58年以后 其实在823炮战之后 金门跟厦门因为距离很近 经常有两边的这个 两栖征收营的 两栖征收大队的那个 蛙人部队 俗称水鬼 会摸上岸摸上哨 把对方的那个官兵部队啊 头给割下来 或者割了一个 割了一支 断了他一支手 或者割了他的耳朵 拿回去交差 那以往尤其是 中国大陆那个解放军的那种 看起来他就是体型魁梧 然后劈头散法 腰间或是身上 会配一个枪 配一把枪跟一把那个利刃 一把刀子 然后一上岸 那金门的守军官民 一看到又是夜黑风高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从水里面冒起来 自然就叫水鬼 金房部那时候就规定 大家叫水匪 不能叫水鬼 后来不管这个水鬼上岸好了 有一次在58年以后 发生在小金门这个部队呢 整个连南山连 130个人 突然就消失了 当时有一个 他们附近的一个 那个村庄的杂货店的一个 常常去做小蜜蜂买卖的 一个那个阿伯 他常常去那边 他突然到了门口 就发现冷风收收的 怎么没有卫兵在呢 后来再进去看到连的 整个连上的那个 他的浴室啊 厕所后面 整个连几乎 从连长到所有的阿兵哥 全部躺在地上 全部都是地上都是充满了血迹啊 而且呢 每个人几乎喉咙都被利润封喉 然后而且呢 佐尔都几乎都被割掉 据说就是水鬼要把佐尔带回去交差 那从那之后呢 那个部队那个营区 南山连就荒废了 后来大家也没有新的部队敢进驻 后来南山连 据说他的直属营长 因为传出有附近的居民 听到晚上很吵 半夜还听到那个 一 二 一 二 走 走 就踢阵部那种声音哦 然后还在那边粗糙 要不然就刺枪数 实在不生其劳 跟部队反应 部队都做了几场法事 直属营长去了 没有用 直属的那个旅长 师长也去了 将军都出马了 去安抚 也没有用 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官阶带小 后来事情就过了半年多 不了了之就算了 那个营区干脆 不要新的部队进驻啊 直到后来半年多 快要一年之后 那个以前先总统讲功啊 蒋总那件事 他就到那边去视察 到那边他就到了 那个南山林 他就看说 哎 副官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人束手呢 他就叫了部队长来问啊 然后他们就 报告 报告总统 报告 他讲不出话来 报告怎么解释 后来总统说 有什么话快说 然后就不要隐瞒 然后整个把事情原委 告诉蒋介石之后 整个老蒋总统 他非常的那种感动 他就觉得说 好 他晚上要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如传闻所说 后来到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所有的大批文武百官 还有随行随武人 很紧张的要陪同他 到这个新奇村附近 这个南山林去看 他不要 他只要一个侍从官跟着他 坐着吉普车 就到那边去 本来到事很多 他都不要 他就到那边去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果然听到那个部队 远远的在那个连击合场 就在那边粗糙 一 二 一 二 走 走 然后后来突然有人 就是那个无头部队的连长 看到那个老蒋先生 然后所有的那个部队就集合起来 就全部站好 然后他就跑过去 跑过去跟那个老蒋先生敬礼 跟老蒋先生敬礼 然后他就来报告说 陆军某某师某某旅 然后第一营南山连 上位李某某报告 全年十道官兵 一百三十人 攻起预教 跟老蒋先生做一个预教 开始就做一个演习 虽然这些无头部队 他们从整个那个 他们那个在那个 因为都是绿绿的鬼火 在演习的时候 但是他们头上几乎都没有头 所以在说无头部队 他四重官都吓得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了 老蒋他是气定神闲的 很淡定 然后就叫 说好 你们为什么不还在这边这么晚 还在练习 可以解散啊 结果都没有人动啊 结果老蒋就说 我知道你们很自责 但是生死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赶快回去休息吧 无头部队还是没有人动 虽然整个都没有头 好像一群那个 一连130多的部队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是中华民国的五星上将 非常满意你们刚刚进行的 分裂式跟演习 你们不用再练习了 回家休息吧 开始就无头部队里面 就传出一些唾气声 然后就哭成一片 然后呢 后来老蒋先生就讲说 我知道你们很爱过 正因为如此 你们才要让开这个营区 让新的部队 驻守到你们这个南三连的营区 才能真正保卫国家 李连长 你们辛苦了 可以带领你们这群无头部队 拿去休息吧 整个无头部队又哭得很大声 然后连长就出来 出来喊口令 然后再跟老蒋敬个礼 之后那个鬼火 象征那个无头部队 绿绿的鬼火 一点一滴就随着 从连击二场 慢慢地走向那个丛林里面 就慢慢地消散了 在老蒋视察过 那个无头部队营区之后 晚上在清奇尊 南三连那营区附近 再也听不到这些粗糙 和演习踢正步的声音 也不会再看到有 那种绿绿的鬼火 在那个连击二场 操场上 出现在那边 这就是小金门那一代 那时候流传很久的 无头部队的故事 不过这无头部队的故事 在当时所处的那个年代 其实也就是 两岸在对峙的时候 当时这两个死对头 那么也会让两岸的情势 其实当时处于这样的对立 不过刚刚金平也有讲到 那时候他们的所谓这个水匪 会过来就是切耳朵 或者是手之类的 但是听说现在只要回去 你有东西回去交差就了事了 已经感觉上 没有那么血腥了 确实我们 尤其我刚刚军校毕业的时候 直接分到马祖的高登 在马祖的八个岛里面 高登是第二小 最小的是一个亮岛 只有一平方公里不到 我们那个岛 两点七平方公里 没有老百姓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白天的时候起大雾啊 手伸出去看不到五指 可以到那么浓 黑夜的时候 黑的程度伸手不见五指 我完全是在高登体会到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有交接 每年尤其到了三月四月的时候 闽江口 他们那边有一带叫做蜘蛛岛 它蜘蛛岛训练的是他们的所谓的武功队 那我们台湾这一边 我们国军训练的那个两栖蛙人队叫成功队 他们是叫武功队 他们是叫武功队 他截训的时候 他一定要到你这边来 就是说四板亮 你就上去 你一定要到那边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回来 就像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成功队要到厦门去 厦门就干什么 你弄一张车票回来 那这里你去过 有交差就好了 有交差 那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那种月黑风高 尤其是涨潮的时候 潮水来的时候 东北风来的时候 他顺着飘就飘来了 那常常有些人会把什么球鞋啊 或者是有那个有那个保岛 保岛烟的那个罐头的那个 罐头 丢在里面 丢下去 给他们捡 捡回去 他就可以胶塞了 不用上来割你的头 摸你的耳朵了 不过其实金门跟中国大陆 其实真的离得非常的近哦 那么因为距离那么近 其实会不会有一些阿兵哥 真的很想家 干脆就游过去 我在丁宇州当安全局局长的时候 后来他他下来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回忆录 他讲他在京西当师长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外岛的时候 所有的漂浮可以 漂浮的物品全都管制的 这管制包括什么 排球篮球 那因为当初那个林正宜 林正宜跑过去的时候 他是用篮球 跑过去是用球 那丁宇州丁局长他就讲 他在当京西师师长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小兵他们因为购工 购工有做灌磨嘛灌浆 一个小兵用那个模板 磨得跑出去 太厉害了 一跑出去以后 他们发现了以后 在外岛有这种叛逃事件 是格杀勿论 枪就开始打 打的时候到了 到了那个京西外面的时候 有刚好一个小岛 他停在那边了 结果因为太晚 他们怕 那丁宇州在战术方面很清楚 他说枪武林机枪 让这些机枪打不硬没有用 他用四零炮打 用炮打 用炮打 打完就是小兵 打 对 宁愿他打死掉 不能让他过去 对 结果 当天很晚 他就躲在那边没有动 他们就 第二天一早的时候 派那个 派那个成功队出去 人打死了 拉回来 拉回来的时候 发现还是那个四零炮 炮弹打死的 其实我补充一点 跟那个小兵叫做庄辉亮 他是当时金防部的3194995里 第一营第二连的一个小兵 他利用这个时候想要逃到对岸 可是当被金防部发现了 除了用四零炮 还有用一动五六炮去打 那是发生在1984年 民国73年6月27号的时候 结果他们就一定要把他打死 也不能让他跑到对岸去 结果 他有些是打到他了 但是有些炮一百多发 就打到了那个脚宇 结果导致解放军的炮也打过来 这次发生在823炮战之后 不为人知的曾经两岸短暂的发生那个炮战 叫627 对 擦枪走火的627事件 还引起美方不满 不过现在已经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呢 其实不管是金门或是台湾 或是中国大陆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而金门呢 在过去我们提到这个无头部队 在金门其实解除了战地任务之后 反正现在吸引很多观光客来一探究竟 其实灵异有时候呢 也会成为观光上的一个卖点 请雨节告诉我们 好 可是真的哦 现在靠鬼也能帮你赚钱哦 讲到金门大家的印象就是刚刚想到 就是水鬼还有无头部队 但是国外其实也有古堡鬼魂哦 确实在各国都有这样靠鬼 发观光彩的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到英国的爱丁堡 爱丁堡其实已经有900多年一个历史了 不过想到爱丁堡呢 第一个联想到就是黑死病啊 巫婆或是鬼魂这些东西哦 但是也因此呢 一年就帮英国呢 吸引了3000万名的游客到英国来造访 一年的旅游业的一个收入 就有8800亿的新台币 其中跟这个城堡或是古堡有关的呢 金额就有280亿的新台币 至于在美国加州还有一艘鬼船哦 它是玛丽皇后号 错号就叫做灰色幽灵 它其实是一个远洋客轮改装成饭店的哦 但是它一年光是收这个参观费的收入 就有97亿的一个新台币 甚至整个美国 我们看到它万圣节商机 一年就有高达2000亿的新台币 看得出来这种跟鬼有关的恐怖商机 是越有话题就越吸引人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在台北市的信义计划区 其实也有某一间五星级的饭店 还曾经被选为是全球十大闹鬼饭店之一 因为它的位置 其实刚好就是日据时代的新厂 好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这么多这个怪力乱神的情况 有时候反而会增加神秘的色彩 也会带来观光材 其实就像是金门的831特约茶室 现在也成了金门的一大卖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金门人的幸福指数 我是排名第一名 主要是因为他们福利好 而靠的就是观光 不过去的831特约茶室 其实竞品 现在也变成了他们非常特别的观光景点 对 讲到这个831 这个老一辈的当过兵的 在金门都大概有一些印象 这个是其实在金防部过去 从1951年到1990年 1990年它就废止了 这个最早是在那个安前分市 然后后来你看 它还有一个金城总市 它整个总共在金门的各个地方 各个礼岛 它这些831里面工作的小姐 每一次啊 每一年它固定要维持150个人左右 这前前后40多年来 大概有来到了3000人 然后这些小姐其实还要固定 跟着部队一样移房 它不能老是在金城总市 假如这是一个总部之外 它可能要到安前分市 它可能要到某某分市 那这个安前分市特别受欢迎 是因为这个最漂亮的美女女孩 只有20几岁后 一开始都送到这个安前分市 然后这个地方只服务 它的一个校级军官 这个831为什么叫831呢 据说呢 那个女性的那个器官 她的那个在军中的那个暗 那个密码里面 它是在分在第83页 然后第11项 那军中的密码都是三位数 不能叫8311嘛 所以叫831 就把那个后面1取消 那个1就是军中的 1234567890 123456拐8 勾动的那个代称 所以叫831 831就变成军中 在金门的一个好像 施乐园一样 是一个那个提供性服务的地方 早期这是一个合法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工艙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有阶级之分 你看像这个东西 我这个 这个是属于马祖的831 后来影响主 一个外导都有 我这一张这个报纸上 曾经去报导的 这是金门的这两张卷 但是其实一样 它只是字不一样 这种是四官级的 这个是卫官跟四官长级的 这个是四官兵一般 那有分等级喔 比如说那个军官的话是250块 当时新台币的话 那个四官 那个卫官的话就200块 四官兵的层级的话 大概就是150块 你想想看 当时在民国78年79年 那个阿兵哥的薪水 才3100块 那四官军官的层级 卫官的话大概才8000多块 那如果一个校级军官 他才1万出头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而且这些831很奇怪 都开在圣贤池塘旁边 我刚讲这个 像安前分寺啊 它几乎都开在像那个 陈渊木马侯池塘旁边 就是我刚刚跟天龙哥 也稍微聊了一下 因为当时他们会取 就是考量到他们要在一些 背对炮弹不会攻打到的地方 背弹的地方 还有他们一些 有些池塘 它本来就是盖在风水好 跟第四家的地方 所以他们几乎这些831 这些分室都会盖在那个地方 而且通常他们这一张票 我刚讲说每一张票 它只能使用30分钟 传说有小姐831那个服务人员 他们在叫阿兵哥进去的时候 都会点一首歌 一首歌放完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滚了 那有些阿兵哥就不爽了 一首歌不是才30分钟而已 这些小姐说 你看那些军官兵 平常在身体强壮很有没错 但是到了床上 都只要几分钟就解决了 所以一个831的小姐 她是每个小时 她大概可以平均 可以接七八个人以上 有些人她是会接到30几个人 那是因为老主顾在捧场 那像刚刚讲那个案例 就曾经有阿兵哥传说 她就不爽 她就在提衬磨枪的时候 她就在那个查绿油巾 结果后来被那个831里面 管理员发现了 还找线病来记她伪记 所以你看过去831 在金房部的一个地位 他们认为831小姐 对他们的一个贡献 这边就有一副对联说 大丈夫笑命杀场磨藏枪 小女子献身报国 场棚门 横批就是舍身报国 也有人家说 另外一个对联是想说 金门下门 门对门 大炮小炮 炮打炮 那横批是服务三军 所以你可以看到 831对这个金房部 以前早期金门 那些三军官兵的 他们一个服务的需求 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跟影响 好 所以这个831 其实在过去 他们真的是抚慰过 很多寂寞的心 也真的是贡献不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过去的历史成了今天 金门宝贵的资产 尤其是杰明小三通之后 其实他们的生活 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 对 我们想想看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早期在台湾 就是大陆人来台湾 或者我们台湾人去大陆 就是台商 那除了从这个就是香港之外 其实小三通 也是个很方便的地方 那这个情况下 使得两边的交流越多了 我们在金门 是看到厦门 到厦门 当然看到金门 一样 这个是像马祖一样 就跟到对岸一样 那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过来 所以我们真的强烈建议 我们政府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金下大桥要盖 就像香港去深圳一样 多快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一定要搞赌场 现在大陆生意这么好 只有不搞个赌场干嘛 现在台湾不是缺钱吗 台湾现在有两个东西 一定要处理 一个是三个